最近《君清官大使》 各位好 這裡是《君清官大使》 我是董家耀 為大家報告和分析 過去7天 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终点关系消息啊 最新的微信图片显示 中国在东北的葫芦岛呢 新建最新的攻击核潜艇 而且多个的情报方向都证实呢 这艘新建的核潜艇 有可能是解放军的093 核潜艇的升级版本 也有可能是解放军更新的 095的攻击的核潜艇 为未来解放军的新的航母编队服务啊 到底这艘的核潜艇 有什么新的攻击力 垂直发射系统 能够发射超高音速的导弹吗 稍后回来我们给重点的分析 另外关注一下呢 朝鲜半岛 一方面呢 美国总统拜登了访问日本韩国 同时呢 给韩国新的军备 特别提到要把萨德系统呢 增加部署到韩国 更加挑衅中国和朝鲜 另外呢 朝鲜有可能进行核事啊 但是美国现在派出更多的核侦察机 飞临到朝鲜半岛 另外呢 韩国最新打造潜艇部队 还有潜射最新的重型的鱼雷 都针对朝鲜的 朝鲜半岛有可能在上半年计划 今天会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日本 日本和台湾最近有秘密的 更多的军事勾连 包括台海一旦发生战争呢 日台之间是有秘密勾连 一方面呢 日本今年多次的撤侨演习当中 有暗藏的撤离台湾军政界药员 到日本本土的相应秘密计划 而台湾呢 也提出要把日本最接近台湾的 于那国岛呢 作为台湾未来的军备军事的弹药库啊 而且美台之间呢 美日之间有更多工联 美日达成了协议 在冲上的弹药库要共享 美日台一线有秘密勾当 今天会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解放军的航母啊 辽宁号呢 这次大规模强化的演习当中 除了密集的战机的起飞以外 日本惊呼呢 这次战争起飞有新的作战特点 美国的航母也在解放军航母附近 进行对峙 关键的一点台湾发现 解放军辽宁号 这是大规模强化演练当中 活动的太平洋的区域 恰恰进入了台军的军舰 所谓战时避难的相应的海区啊 到底怎么看 今天会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 最大的军方解放军报刊发专业提到 美国的星链项目 指出要警惕它的野蛮拓展 和军事化的影响 解放军报指出 美国的海空科技公司 Space的星链项目 打着民用的幌子 背后却有美国身后的美国军方的背景 星链项目先发射卫星 已经2400颗 最终射性会增至4.2万颗 解放军报文章说 美国的星链卫星群 可以搭在侦测导航 气象等载核 在侦测摇杆 通讯中心 导航定位 打击梦撞 太空特别等方面 增强了美军作战能力 解放军报文章说 美国的星链项目 全面建成之后 可以在全球 实施全天使 无缝的侦测监视 直到战场行驶 对美军单向的透明 可以提供覆盖全球的 大带宽 高速率的军事通信 为美军构建覆盖 无人去战略轰炸机 合线顶着作战平台的 美军强大的指挥通讯网 它可以提升美军的定位精度 和抗干扰能力 为美军远程打击 提供更加精准的 打网行的定位 可以搭在美军的 天机武器系统 甚至可以直接当武器 撞击个攻击 威胁 他国的航天器安全 领取香港的南华早饭 已是中国的航天武员 航太东方鸿型号团队 在航天机工程上的论本说 中国大陆 依靠人工的智慧威胁 就能够计时地深测 并且现场直播 地球另外一侧的军事活动 锁定中国大陆 关心的军备的动向 中国大陆的研究团队 说曾经追踪深测 美军的航母 在中国的威胁 聪明的 每秒钟可以分析 超过200张的 高解析度的图像 足以辨识 各类型的美军的战术 和战略的目标 而这种军事 是在地面的电脑 难以契及的 而情报已述 美国海军说 美军的核航母度的文号 在穿越大西洋 实弹演习机械 中国最新的人工智能的 摇杆卫星 就自动侦测到 美军最终航母的动向 并即使向中国军方 回报了美军最终航母的 精确的坐标 当时美军的航空母舰 有七艘的军舰 大批的战军 参与演习 测试多项的战术 包括改变队型 和进行紧急的机动的 模拟 在穿越海峡的时候 和强迹交战 美军回应说 以往解放军必须 要在地面收集大量的 队调和原属的 卫星的数据 综合的奔径 但速度较慢 往往在美军演习之后 才会得出结果 现在解放军的 侦探锁定的技术 已经大幅在地上 也可以为战士 攻击提供精准的病危 对美国海军 协会网站 已出最新的 卫星图片显示 中国大陆 在新疆边缘的 弱枪地区 克拉马伊沙漠 建造了更多 类比的海军目标 用来作为解放军 远程反天弹的导弹 攻击的测试 而这些大型的标靶 包括一个模拟的海军的地理 好几处的海军的标靶 当中两处 是模拟靠港的 一方的军舰 美军的情况说 甚至是去年 是一月发现两处 中国模拟的导弹 攻击用了航空的标靶 之后 在新疆 克拉马伊沙漠 撒一头新的发现 美军所特别显示 触碰地身在 解放军的海场内 模拟的美军的航空 和导弹驱逐舰的标靶 并不是静止的目标 当中一个舰船标靶 好像配置在一条 六米宽的轨道上 这显示 极望军在进行 导弹攻击演习的时候 模拟的是 攻击移动中的舰船 而根据军机困难 是狼梦掌 极望最强的情况 重大陆军方 正在研发好几种 反舰弹道导弹 之前有官方的视频 显示中国空军 风流原在机程下 挂展了一种神秘的 空射型的反舰弹道导弹 而之前除了陆基的 解放军东风21D 东风26的反舰弹道导弹之外 中国海舟 055万吨的大型驱逐舰 最近也从垂直发射的单元 施射了一枚最新研发的 英机20 舰载高潮因素反舰导弹 形成了解放军 陆海空不同的 对击打击方案 一样解放军 未来打击移动大舰 增加选项 解放军方的军 相信解放军无断地 演练打击大舰 目的军一 是要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 阻止美军和美军的朋友 持援台海 包括积极解放军的 武装直升机 越过台海中间 显示解放军的台海 对击攻击 反潜战力的实战化的超越 而有台湾的海军 前舰长攻击所 解放军在新疆最新的 这个导弹攻击目标的 模拟的形态 都不太像 腾讯鹤 佐世宝 苏比克班等基地 最像的是台军的 台湾的苏澳军港 如果这次 解放军在沙漠当中 攻击驱逐舰模拟的 就是台湾苏澳军港 与台军的记得舰 对台湾海军来说 确实是严峻挑战 这英国楼头社 引出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中国大陆建造了一艘 一次新型的或者升级版本的 攻击核潜艇 强化解放军水下打击能力 方老师目前还不知道 这艘新的核潜艇 是二代核潜艇 093型的海军型号 还是解放军新的型号 而美国公布之前 曾经有情报指 中国海军数年之内 将会研发出 带有巡航导弹的 纯实发射管 和更强的 引擎经营能力的 新型的攻击核潜艇 而美军曾经命名踏尾 095型的核潜艇 路透社发布的 这项最新的卫星图像 显示一艘大型的新的潜艇 平泊在中国辽宁城 葫芦岛港的干船坞 曾经在4月下水 到5月期间下水 在这艘新的潜艇 上层和北部 照有绿色的无间覆盖 附近箱线 这一部分 可能用来融大导弹的发射管 和一个新的 更精英的潜艇推系系统 西方的这一部分 相信外星 意识关注中国大陆 警方军的093型 攻击核潜艇 改进的型号 这本配备的 导弹的垂时发射器 产生更快速的航速 更低的浮色造语 美国 英国 法国 等国的新型的核潜艇 都采用了喷喷推进的设备 而导弹的支持发射管 可以大幅地提升 西方军潜艇的攻击力 和舵的灵活性 同时可以携带和配备 更大量的型号导弹 甚至可以发射 西方军的潜射高超音速的导弹 而最新情报说 西方军093型的核潜艇 是西方军海军 第二代攻击型号核潜艇 首艇在2006年开始回忆 过去十多年以来 中国大陆建造了多批多售 093型的攻击核潜艇 包括093型和093A改良型 而是先对于西方军 新型的093A型的核潜艇 只会为何后顾的 规避西方军事件推测 规避可能是用来发射 巡航导弹 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 也可能是西方军 大型的拖曳声纳的 收纳未知 香港军事本来指出 攻击核潜艇的任务 是护卫航母和 战略核潜艇远航 和打击敌军的补给线 而新型的攻击核潜艇 需要更远的航程 更强的攻击力 更隐形的低噪音 而西方攻击中国的水级 095型的核潜艇 接近美军的 洛杉矶进核潜艇的水平 定型后量产 应该有6到8艘 配合中国火产的 第二艘航母远航 另外为纳路军方 击放军方不倒 击放军方军北部战区的 海军曾经安排潜艇 和水面的舰艇部队 以背靠背的自由对抗方式 在黄海展开实战的攻击演练 西方军的潜艇 发现目标声大信号之后 发出了战斗的警报 发动鱼雷攻击 而在黄海的演练中 潜艇现在完成了 远程奔袭 射服打击 区域游列 攻防突防等多个科目 锤炼潜艇的综合实战能力 好 别再提到 西方的军事卫星发现了 中国大陆在东北的 葫萝岛的造船场 有新的攻击型的核潜艇 新造的核潜艇浮出水面 让外星非常关注西方 为什么一直关注 中国的核潜艇东向呢 我们问一下马先生 马先生从现在公开的图片 包括情报来源来分析 这艘新的攻击核潜艇 有什么特点 包括垂直发射器 有什么攻击的打击力的特点 中国新型核潜艇下水 新在什么地方呢 它的战斗力表现在垂发 垂直发射导弹的系统 这个不得了 本来它是一支攻击型核潜艇 那么它主要是用鱼雷 来打击敌方的舰船 那现在有了垂发以后呢 它当然可以垂发火箭鱼雷 可以打得比较远 但是也可以垂发反舰导弹 这两种都是战术武器 也是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的主要的任务 但是它也可以发射带核弹头的导弹 包括弹道导弹 也包括远程的巡航导弹 那么它就变成战略武器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然它还会履行它的主要的任务 也就是这个伴随着这个弹道导弹 核潜艇 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了 还有伴随着这航空母舰战斗群一起出海 所以这一次如果是这个093的改进型 或者是095 那么各方面都注意到 它这个叫核长兼备 也是这个常规的核潜艇 和战略的核潜艇一身二用 好 马先生提到中国新的核潜艇被外界关注 当然中国要打造强大的海军 除了航母以外核潜艇非常的重要 到底最终这是不是095的最新型号 而且什么时候会真正的形成攻击打击力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 本周另外要交点在朝鲜办到美国总统拜登 访问日本韩国 同时大力地继续将韩国的推销武器 而且说萨德系统韩国应该增加的部署 对中国带来新的威慑 而且韩国的情报也说 朝鲜有可能再度地进行核试验 美军多次派出了侦察机飞艇 朝鲜半岛 另外呢 韩国最新正式成为 北约演习的首个亚洲国家 看一个片段 据香港明白报道 韩国新总统三个人之后 美韩首脑会谈 朝鲜持续有军事动作 炫耀战略武器 今年以来朝鲜已经有 20次武力示威动作 包括机会在5月份进行核试验 美军的情报说 朝鲜正在封锡里的核试厂 有一种最快在5月内 进行第7度的测试核武器 韩国的情报说 朝鲜的核试厂的三号坑道附近 近期有密集的工作 核弹头小型化已经进入完成阶段 不过也有最新的情况说 朝鲜5月中首都正式的承认 朝鲜国内发生了新冠病毒疫情 各城市严密的风控 疫情可能会影响朝鲜军防 核试的进度情况 不过金正恩也在政治局的会上强调 朝鲜的重要工作 包括朝鲜的国防军事警戒 不能够因为疫情而受到阻碍直缓 韩国的情报分析说 如果朝鲜成功把核弹头小型化身至 可以搭载在朝鲜的短程导弹的 独一威胁到日本和韩国 而成为朝鲜 可能再度的核试美国空军 一架专门收集弹道导弹发射情报的 阿西洋三位X侦察机 5月份在朝鲜迈到东部的海域上空 盘旋侦测收集情报后 返航日本冲绳加索纳基地 而美军的另外一架 专门收集大气放射性威力的核侦察机 5月份从英格兰 岳阳飞比加索纳基地 他在飞跃日本的时候 特别是在日本本州西部的海域上空 巡回监视朝鲜 分析说美军这两款侦察机 还有同时部署到东亚的同一基地 突显美军准备好应对朝鲜 试射弹道导弹性核武试验的军事应变 另一方面韩国海军公共 韩国新型的潜艇 三号艇正式的入列 韩国潜艇部队 同时密集的试射先行的潜射弹道导弹 加外推行韩国的单艇合议 韩国海军将建造 九艘新型的潜艇 目前入役了第一批 第二批三艘会安装 实际垂直发射器 打击力更强 第三批的韩国潜艇的吨位 提升到4000吨以上 提升全球最大的常规潜艇之内 根据军情网的小栏目 找到最新情报 韩国这些新的潜艇 主要动力作战声纳系统 由韩国主导研发 国产化力将近百之八十 韩国军法说 潜艇部队是应对朝鲜威胁的 有效反制手段 而美国国务院表明 韩国的新疆部提出新的要求美国 将会向韩国 部署更多的萨德导弹系统 美国之前已经在韩国 部署了一套萨德系统 根据军出的小栏目上 最新情报驻韩美军和韩国旅军 还把另外一款的新型拦截导弹 部署到韩国的萨德基地之内 萨德系统是美军 现役的反战导弹防御系统 通过撞击动弹 蹦撞杀伤方式 拦截摧毁敌方的进程中程 和中原程度的导弹 除了部署在韩国以外 美军也把萨德系统部署在关岛 另外韩国国家情报员披露说 韩国作为正式的会员 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中心 韩国成为首个加入 北约这个机构的亚洲国家 韩国已经连续两年 出席了北约27个成员国 和其他国主办的索盾演习 这个演习号称 世界规模最大最先级的 网络攻防演习 韩国强化必要的收集攻击贪团 一方的指挥网络和公共网络作战力 好 看过是朝鲜班导 最新的军事态势 特别是美国呢 再度怂恿韩国加强军事的戒备 和提供军备 连线向美国的军事观传员袁卓坚 袁卓坚引力在美国掌握的情报 美国为什么那么关注朝鲜的核事 会不会把小型化的核弹 实战的部署到导弹上 美国有什么反制的措施 韩国就变成有一个理由 所谓的对付朝鲜的导弹呢 它是增加它的那个反导设施 而且更进一步 更夸张的话 就可能甚至于部署中程导弹 这个因为涉及到 日本是否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 有可能韩国首先部署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就必须会配合美国 整个亚太的战略 目前美国虽然它具体操作上 重点是放在欧洲 因为欧乌的战事 要打得比较胶着 但是这个亚太呢 它主导的主要是 还是对中国的一个围堵的形式 必须要完成 那么韩国会不会 因此着重加强它的军备 除了帮助韩国 发展它的常规武器之外 这个导弹的这个部署和应用 将会是一个 大家不远的将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 关注过朝鲜半岛之后呢 本周另外要交点在日本与台 台湾的日台之间 最新的关于台海如果开战的 最新的军事勾结 相应的秘密计划曝光 一方面看到日本最新的军费当中 大增军费 海上自卫队 大增各列型的军备 针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海军 另外呢 海空部队 陆军部队呢 增加了电子作战 关键的一点 日本有所谓撤侨演习 秘密的项目呢 是要撤离台湾的政要 而台湾主动提出呢 一旦台海开战 学习这个乌克兰之战 必须有备用的军火户 放在日本的岛屿 看一个片段 军日本通漫新闻报道 日本今年总额大约 6.21亿日元 大约4000亿港币的史上 最大的军飞预算当中 但是海上最练之处 就包括改造初运机的直升机母舰 采购F35B的全式起舱战机 引进和运行 长航式的无人机研发 尖载无人机采购 标准六型的攻击导弹 同时研发无人导雷系统 采购两艘大型的两栖运出舰 研发日本新型的 12式的反舰导弹 研发电子导轨炮 将暗机的电子雷达 改装成为舰载航行当中 可以追踪侦测中国的舰艇 日本全年有12场大型的军演 包括6场自卫陛多名种联合演习 三场美日联合军演 和三场多国联合军演 当中美国日本立舰大规模 联合演习检验 在遭到武力攻击 受美日两军 在海上地面和空中 集中作战能力 而美国日本共用舰载机 和两栖的攻击的训练基地 日本已经完成了 九州新田园基地改造 可以让美军的F-35A F-35A暂时长期的部署 日本说必要的时候 可以保证美国空军的12架战斗机 一架大型运输机200多名美军 临时的建筑 保障战案机起飞攻击 进入台海之战 另方面日本打造防区外电子战飞机 打造干扰对手 电磁屏幕的目的 这些情况说 日本自产的C2运输机 必须被在热烈培起下 持续培行性的 可以携带大量的装备 实现远程的有效电磁干扰 日本防备上希望它可以在中国 朝鲜和俄罗斯导弹打击范围以外 对这些对手的军事基地 和那一大阵地 散开电子侦测干扰 必要是进行电磁攻击瘫痪 日本陆上队队特别成绩 电磁作战部队已经开始执行 收集和分析对手的任务 包括对中国 俄罗斯朝鲜军方的电磁情报 通过电波的干扰通讯 强化日本电磁作战力 另外日本队队系列会举办三场 以海外撤侨为背景的 多国的连黑演习 演习的地点分别在北非中东 泰国的岛屿和日本本土 而根据薰情网的沈南木 掌碎起的情报 日本队队系列海外撤侨经验 包括也论一旦台海有战事 从台湾岛撤侨 除了日本侨民以外 甚至自卫队秘密的协助 把台湾政要撤离到日本本土 另外日本方面上 与台军的疏图经济频繁地讨论到 台海一旦开战的变数 双方协作的秘密的预案 日本就说台湾岛这个岛屿 战时的支援补给 将比陆地更加困难 台湾军方的质囊 承认美国对台军售 加快是一回事 台湾要储备导弹弹药和军备油料补给 也是另外一个终点 而且台湾军方的军备弹药储备点 必须以密切安全 确保不会被中国大陆解放军攻击 一次性摧毁 比乌克兰的压速钢铁厂还要深 可以变成储备台军弹药的地下的场所 对持久作战有利 日本和台军的疏图还讨论到 当台海周边被封锁 外界怎么把军备伏进体 运进台湾岛的问题 台军之后提出 距离台湾一百多里的日本遇纳国岛 可以扮演关键角色 台军制装是成战事 日本遇纳国岛置于台湾 可以比喻成波兰置于乌克兰战场 台军的制装是成 日本遇纳国岛居于日本距离台湾有机 即可军事上海空物资装备不进 快途进行运到台湾 也可以在必要时 把台湾军政界的要远 及时撤离到这些 离台湾岛最新的 日本遇纳国岛上 绑极日台军事联盟 好 为了提到 日本与台湾最新的军事勾连计划的不光 当中特别重要是日本的 所谓今年的三场重要的撤桥演习 有秘密的帮助台湾正要撤离的计划 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 就是美国和日本呢 现在最新的情报说 要共用冲绳的军火库 弹药库 但日本也提供岛屿给台湾存放弹药 美日台绑极未来之战 在冲绳的弹药库 稍回来听听日本独家的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呢 最新的几方军大型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辽宁号的大型演习呢 备受美日台关注关键一点 战机密集的海上的起飞 与美军的军舰对峙 还有演习的区域居然是台军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备用区域 稍后回来分析 回到军机关键室 本周关注焦点呢 日台之前就未来台海 一旦开战的话呢 日台的秘密的军事勾连 最新的曝光 包括日本演练帮助台湾 撤离这个所谓政要 另外呢 日本要有更多的岛屿给台军 作为未来富裕还抗的军火库弹药库 这两项都非常的关键 今天请到香港马鼎盛 日本毛峰分析先问马先生 日本在安兔台湾呢 这一直都是公开的秘密 现在有最新两项规划 而且是致命的威胁性的规划 您怎么看 接台军这个军政要员 到这个宇纳国岛 这一条呢 其实是一个战略上的新闻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但日本要介入未来的台海战争 而且还可以让台湾方面 把他的军事大本营移到日本 甚至是本土 那么这一点呢 在政治上非常重要 就是说他不但是介入台海战争 而且他把这个台湾的军政呢 变成他的伪军和伪政权 他已经控制了 那么在台岛依然作战的台军呢 其实是作为日本的伪军了 这一点在政治上呢 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所以中国方面呢 要从这个战略方面 不单是在武器装备 战术技术方面 而且是在战略方面 通盘思考日本介入台海战争 这个问题 好 问一下日本的方案 已经在东京掌握了情报 就今天提到两点重要的 最新的披露 日台之间的军事勾连 有什么最新秘密的规划 日本从军事上介入台海有事 会有多套方案 其中包括强化日美军事 一体化的海空联合作战 以及水陆两栖夺岛 共同作战等等 那么这当中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日本要以琉球群岛为核心 强化构筑 被称为琉球湖的 离岛湖形军事要塞 那么这也就是 要从距离台湾最近的 宇纳国岛到石原岛 宫谷岛 还有冲生本岛 以及燕美大岛等 主要的离岛岛屿 强化侦策反电子战 和反舰反导部队的部署 那么这样一来 一旦台海有事 那么这个琉球湖 就将成为 阻碍解放军攻台的 一道军事屏障 那么日本这样 既可以封锁 中国海空军通过冲城 宫谷海峡进入太平洋 阻止解放军 从台湾的东南方向 进行的军事行动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军事的要塞 来推进离岛的前沿部署 形成可以有效快速 支援台湾的 那么一种军事行动能力 好 一下马先生 现在日台这个追星计划当中呢 有可能在未来太海之战的 组织解放军的 所谓速战速决的战略 解放军怎么反制 解放军方面如何应对呢 那么首先呢 解放军会追捕 这个中国内战的战犯 你逃至天涯海角 也要把你逮捕归案 这也就是说 这个解放军完全有理 有力可以打击日本本土了 而且这一点呢 是严防外力 介入台海冲突的 最重要的一点 好 谢谢大家分析了 本周的讲解了 日台之间最新的 关于未来台海开战 日台之间的军事勾连 包括美国和日本 最新的关于冲绳 备用军火库共享的方案 有可能也会把台湾放进去 密切地关注 本周另外一个焦点 中国的辽宁航母编队 这次的演习强度特别加大 引起美日台高度关注 除了美国的军舰 逼近来对峙以外 台湾惊呼 几方军演习的区域 恰恰是台军的 军舰未来开战之后 所谓疏散隐秘区 进入军情互动 回忆一下新喜欢的网友 的问题 大家注意到 中国的航母编队 辽宁号面对这次大规模 在太平洋展开的演讯 引起西方军事界强烈关注 网友特别问一下马先生 这次辽宁号的演讯当中 演习的强度规模 包括演习的区域 台湾 日本 美国高度关切 为什么 辽宁舰的战斗群 到了这个台湾岛的东部 进行这个演习 这演习什么呢 演习这个密集起降 在这个地方 离台湾岛东部200海里这么一个位置呢 其实是一个包抄 是防止这个一旦打起来的时候 台军东逃 是包他的后路 好 谢谢马先生分享 本周还有个交点呢 最近官方媒体主动披露视频 发现了解放军号称小航母的 四万吨级的两栖攻击线 零七五行两栖攻击线 同时有两艘 两艘展开海上的攻击的 协同作战演练 我们知道解放军 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线 可以搭载七列船 两栖战车 还有多架的直升机 展开两栖夺岛攻击 如果两艘 甚至未来多艘展开夺岛攻击 是有一定的攻击的实力的 同时呢 现在情报说 解放军有四艘建立型的 两栖攻击线未来要打造 六到八艘这样的攻击线 对于南海夺岛或者台海夺岛 都有相当重要的实战背景意义 节目最后 看看相关画面 以上 军队话的指甲搜三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